他說一個二次函數 Y 等於 Fs 過這兩個跌 而且 F3 等於 5 求 F5 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 題目說過這兩個跌 他說 F3 又等於 5 怎麼說 這題要有這份方法 因為你看一下過這兩個跌 F3 F3 等於 5 其實你看清楚來 可見這 Fs 總共過幾個跌 過三個跌 過三個跌怎麼假設 老師可以假設他自己 Y 等於幾 A 平方加 Bs 加 C 這樣行不行 所以這份方法就把 F2 代 Y 等於 3 F6 代 Y 等於 3 F3 代 Y 等於 5 把它帶進去 年曆求多少 A B C 這樣行不行 但是這樣算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一下過這兩個跌 這兩個跌有什麼特徵 這兩個 Y 字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說老師大概大概可以知道這個泡物線 你大概去把圖形畫出來 過幾 過 2 3 過幾 3 4 5 6 6 幾 3 所以泡物線會經過這兩個跌對不對 然後所以說老師大概畫一下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今天畫出來這個泡物線 會過幾 2 3 還有 6 3 可見這泡物線 會以什麼 會中間這條線為什麼軸 對 秤軸 對吧 各位可以喔 所以說對秤軸會在這兩個點的中間嘛 所以說對秤軸是幾 8 2加 6 8 去 2 4 所以最少對秤軸是 AK等於幾 4 看行不行 好 那屏幕說多少 他說而且F3等於幾 5 F3在這邊 對吧 他對過來 可見這個點是幾 F5 所以說F5和F3有沒有同高 有吧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今天剛好是求誰 F5 所以F5其實會等於幾 F3 所以答案算出來就是7 5就出來了 OK把這邊看一下好不好 OK